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吴京竟喊吴磊儿子,他为何如此喜爱吴磊,吴磊新生代楷模实至名归。 吴磊曾在节目上表示想要演好戏拿到影帝,拍出一部像药神一样对摄。 会有奉献的作品这就是吴磊的终极目标,其实对吴磊认可的前辈不在少数。 刘嘉玲、于荣光、张艺谋、胡歌、秦岚都曾对这个少年有过不低的评价。 在拍摄中,吴磊的手枪意外炸糖,崩到了眼睛,他没有流露出痛苦还一个尽的安慰工作人员, 并一直强调是自己操作不当受的伤跟他们无关。 吴磊让吴磊暂停休息,此话一出吴磊倒是着急了,赶忙表示自己没事,要求继续拍摄。 剧组无奈之下让衣物做了处理后,吴磊扛上道具骑上骏马,继续投身拍摄。 大家有所不知,早在花絮曝光前,就有吴磊拍戏导致脸部受伤的消息传出。 当时的吴磊方只是简单发了一句小伤无碍,感谢大家的关心便将此事一带而过。 直到花絮出来大家才知道这根本不算是小伤了,处理不当是会留下永久性损伤的。 相比较其他鲜肉甚至老演员受点皮外伤就哭爹喊娘大肆宣传的。 吴磊绝对算得上新生代楷模了。 说到这,不得不提有点好笑的李晨了。 奔跑中她因抛学士帽划破了额头,然后节目组启动了重大事故应急预案。 还特意请来了专家前来救治,事后当时的女友冰冰还发长文吐槽节目组安排不合理。 没有为艺人的人身安全着想,网友惊呼要是再慢点,伤口都愈合了。 在如今看来,年仅23岁的吴磊未来的演艺道路还很长。 愿她梦想成真,拿到影帝拍出对社会有奉献的作品《未来可期》。